幸福布局台南亚 赞 台南市政府新闻处委家庄三市行销 制作幸福报局台南名片 以模拟董威在现台南市美食冠技冠 都市冠中冠大台南火点中心 阿台国势邦球困难中心 赤坚文化风区台南组定化学风区 台港文化中心顶两天建设 让市民提早看到三市拿到骨头就四个模样 典显市府团队的幸福报局 当时也提升三市行销 受责市民的公演感 今天很高兴 我们有一部介绍台南的影片 我们叫幸福布局台南样 那透过在台南的三位 艺术跟文化的工作者的代言 那么来让台南很多美好的景点 还有正在建设中 未来的这个愿景 那让我们在影片中来呈现 我想大家看了这个影片 都会非常的感动 也对台南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跟期待 那我们觉得台南 不是像有的人讲的又老又穷 台南其实是在文化投资 都有各方面建设 都有各方面场组的进步 我们可以说台南是希望无穷 潜力无穷 新闻处在11月12日 古板发表记者会 由市长李梦安和平中两位这人 副立委杜燕工卓设 曾经理小猫巴克里 作为套戈费建设 幸福台南 感受力量和新气最高峰的 生气新民猫 我想这是一个正在新兴的一个土地跟国家 它正在寻找自己适合的一个方式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一个一个机会 那但是当我开始慢慢的熟悉之后 我后来落脚在台南 因为我发现台南很像我之前在欧洲 然后在美国待过的这些老城市 那它有最古老的文化及历史 最优美的艺术 以及一群很有种的 然后也有点高傲的人群的这个地方 官司厦边之后 市府团队幽如报告同样 一般当作幸福台南 理市长说 借油压平的典型 走过台南航廊 在那里像生活当中 就会能发现台南的传统和重新 减着记录这次生气的很多美好景象 而这就是让我来到台南 不想要再走的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